詞曲 李宗盛 整個人都放鬆了 很開心的感覺 小朋友都很開心 第一句就是我們不再需要經常搬來搬去 終於有一個自己的家庭 因為我未到達到內入之前 最起碼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住 可以讓我安定下來 加上他簽約是一年一年簽的 我就不用想著 我又很快就沒有地方住了 就不會想這些 都是挺開心的 我擔心我女兒 我擔心她有什麼事 她跟我說 她說人生沒有儀 助人沒有目標 我住在鐵皮屋那裡 就是那些千屋那些地方 對小朋友就不是這樣好 因為那些環境很差 有一次我女兒看到一條 好像手指公那樣大的蜂蜈 回家又有蛇 嚇到我女兒都很害怕 經常跟我說 媽咪我們什麼時候可以上樓 可以有個私隙的環境 她有一段時間 情緒上是有問題的 那時候我也很害怕 她在街邊坐著她會哭 其實我想她們的精神狀況 家庭關係也會緊張 很多時候會接觸單親媽媽 其實子女的自信心很低 我們其實接觸過一個街坊 我們問她的住址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她的住址 跟她所說的有出入呢 原來她不想讓人知道她居住在哪裡 譬如說我們在新界區 其實有些是蓮屋的 他們的居住環境可能很炎熱 其實在周圍裡面 其實很多蛇蟲鼠蟻 其實很多時候入屋 就會令到她們皮膚或者健康 其實是影響著的 小火共享救援第一 首先我們要安排住戶配對共住 這就是必要的條件 其實我們整個總部的大樓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服務 其實可以做到支援 現金援助 其實我們也有些住戶 可能入住我們這裡的時候 連交那個按金、租金 都拿不出來的時候 都會申請我們的現金援助 這樣可以交到我們的租金 這些是很實質的幫助 另外我們再配方 如果我們街坊有需要 向職再賠費的工作 其實都會去參加我們的工作 我真的說得很感恩 因為在我最需要人幫 最無助的時候 是他們給了希望給我的 胡姑娘、胡姑娘 他們給了一種 好像親人的感覺給我 我覺得很暖 我的心很暖 關心我們做得好不好 參加上局其他問題 好像小朋友 好像我們兩家人 大家能夾不夾得到 自得開不開心 加上仁愛堂 還幫我打電話小女 玩了一對一的寶刀 她都說我學到之後 都會去教別人 幫回別人 就是這樣 我會想到外面做事 玩一份工作就做 看看如何裝備好自己 做得更好 可以讓自己充滿活力去拼搏 好